潘明秀她被称为黑寡妇 而另外还有一名女子廖日红 是被称为最狠毒的太太 她为了要磨夺家产 在八个月里面七次杀夫 从制造车祸到注射眼镜蛇的蛇毒都不成功 最后是买来杀手 把她的丈夫活活烧死 在河床变到路中央 发现一堆不明物体正在燃烧 原本以为是一堆木头 不料走近一看却是一具尸体 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 那这两种可能目前都还没有办法排除 同时警方也发现 遗体的手中握有铜板 在民间的习俗是让往生者所带的带路前 88年12月9日 桥下一具胶尸 手握一枚铜板 透露什么玄机 让人摸不着头绪 后来一名妇人前来认诗 神情镇定 廖日宏到达现场的时候 根本没有靠过去看 就凭那个死者的两个脚底板 就远远就跟我们说 对 那个就是玲珑楼 那时候我们就有点起疑 清查玲珑楼背景 警方发现 他八个月内有六次受伤住院 而且都是重伤害意外 所有激正指向 有人要置他于死 我们是觉得很奇怪 这个死者怎么生前 命运那么 那么坎坷 不是被撞 就是被砍 不然就是发生火灾 到最后才原来都是他太太一手策划的 原来廖日宏开价200万买凶 找来一对许氏兄弟 连续两次以假车祸杀人 玲珑楼都命大没死 第三次打算先灌醉在火门 竟然也被躲过 后来廖日宏干脆要许氏兄弟 省略制造意外的过程 直接拿开山刀杀夫 把餐有这个安眠药的这个药酒 给这个玲珑楼就是死者喝 然后喝下去以后 昏昏沉沉让他在这个院子里面睡觉 然后睡觉 睡到这个凌晨一两点 许氏兄弟这些共犯 就拿着开山刀尖刀冲进来 然后他们第一刀就往死者的脖子砍去 谁知道清晨的时候 邻居发现这个死者 躺在这个庭院 赶快叫救护车 然后送医院 结果又没有死 这时玲珑楼已经能够确定 要索密的就是他的亲密枕边人 每隔多久 果真又下手 第五次的时候 他们就去这个新途市买一条眼镜蛇 把眼镜蛇的毒液 给他萃取出来 然后装到这个注射筒里面 趁他这个玲珑楼 因为前面刚被砍 然后出院还昏昏沉沉的时候 给他注射 注射 没有想到只有注射的地方 红肿 没有死 蛇毒接触了空气 转化成蛋白质 无法致命 廖日红的沙夫计划再度失败 他去买了除草剂 装入胶囊 打算喂毒 也没成功 最后他开价一百万 找杀手 廖世中执行杀毒任务 还吊下狠话 不容再度失误 他们本来想说 几瓶玉泉清酒 就可以把他灌醉 没有想到说 这个铃铃铃酒量很好 没有灌醉 所以廖世中 只好又把他带到这个酒家 连续两家酒家喝 才把他灌醉 把他灌醉 那灌醉以后 这个廖世中 就把他载到这个竹林大桥下 然后拿枪胁迫他出来 然后被这样重击 当然没有反抗的余地 所以只能眼睁睁 在昏昏沉沉当中 被人家淋上汽油 就这样活活烧死 短短八个月内七度杀夫 手法狠毒 费尽心机急欲致死 廖日红喂的究竟是什么 你要教训他 那你会觉得你下手太重了 那不是我策划的 我知道 那谁策划的 推得一干二净 但是一同若网的杀手们 都清楚指出 是廖日红一手策划 结婚二十多年来 处心积虑 谋杀亲夫 简单来说 为的就是要谋财害命 继承老公一笔 两千多万的土地 以及诈领大笔保险金 有啦 我有想不到啦 他老婆做的啦 他常常叫他老公 田要卖啦 卖掉啦 卖掉他说 我卖掉 一冒钱你都拿不到啦 他说我卖掉 我就是要出去住了 后来更传出 林荣楼早年因为发生车祸 无法连到 太太廖日红才会令结心欢 继而起了贪念 萌生杀意 不过法官最后相信 廖日红是为了脱离家暴处境 才会谋杀亲夫 最后全案无期徒刑定验 他应该处以急嫌啊 应该判处死嫌才以服众啊 家属失望却也莫可奈何 廖日红买通六名杀手 八个月内七次杀夫 夫妻竭离二十年 竟然不是情深意重 反而重生四海 途流五安